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柯杰对阵master 我们来看一看 柯杰的黑棋 双方互相挂脚 黑棋加 白棋呢也反加黑棋 这个时候黑棋其实黑棋的选择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千万大家不要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也讲过这个棋 就在模仿这招 这招现在并不太适用 非这个的话白棋从这边爬出来 这个子的位置自然变得不太好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反加其实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尖 来飞 这个地方下的比较轻 通常我们 剑的比较多的是这样 黑棋呢可以脱纤 比如说尖这个 这就是眼见的一招很大的棋 他实战呢是没有下成这样的变化 master在这个地方啊直接来扳了 这招其实有点出乎人的意料啊 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 但是后来也是有人说这个master 他就是不喜欢走后手 他都要争先手 所以他实战里选择了这个下方 处处他都要争先 但是局部而言呢 黑棋肯定没有不满啊 黑棋把白棋站脚的这个子吃掉了 还是从局部效果来说还是很好的 这个子在这儿 接下来白棋一碰 这个碰呢怎么去形容呢 应该说也是起理我们现在的一种延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边已经非常的厚了 如果这儿没有子 那大家注意这个碰一定不成立的啊 人家就是跟着长 你就亏多了 这不能随便碰 但这儿已经有一个子了 他在这儿再长已经走很厚了 很厚无所谓 就是让你越来越厚 厚的地方让你越来越厚 而我薄的地方呢也可以加强 所以就是他碰这个的目的 你如果在这边搬等等一类的下方 他都会很高兴 他就跟着你走就行了 因为他总是在加强他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硬他 就像实战这个下方呢 其实是最正确的一种下方 就是不给你借劲 这样呢是比较正确的 现在小剑 就相当于是我这地方已经有子了 我占据了我自己的根据地了 你最好不要让他就地做活 让他往空中去跑 这个呢就要对他展开攻击了 所以这个也是威胁着他的眼位 下一手棋 白琴呢挂个角 挂角是很普通 挂完之后呢 又搬了一个 这个地方两个人呢 有点好像一言不合 就展开了一场 很奇怪的一个变化 因为这时候挡 我觉得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刚才坚顶了嘛 现在挡住很正常 他没有 他去挂一下 所以这个柯杰也是想着 不要按照 这个Master的思路去行骑 在这儿走了这招挂 Master呢也没有硬他 这个地方两个人就 虽然说语言不通吧 但是就好像展开了对话一样 白琴就抢占这个了 那边就不硬了 那黑琴呢 他也没在这儿继续下 其实上一盘 就是在这盘琴之前呢 柯杰已经跟Master交手过一次了 我想他那一盘琴 应该会有很多的 就是收获吧 经验的 或者是经验教训等等 应该说 现在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 就是跟他下呢 最好要不要进入他所 就现在的这个 我们都讲了 这个AI他有这个减值的功能 以后他会把这个变化 过去我们说 围棋的变化是多少多少 然后多少多少 这个1的后面 好像是有790多个0 这么多的变化 这个机器根本其实算不过来的 所以他有这个减值功能呢 就是可以把一些变化 不要的就都拆掉 而柯杰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让这些变化再丰富起来 再走多一些 所以他走的也是 不走寻常路 白棋呢 也就把这个气逼住了 还是很大的 他再从这个地方来飞出 走成这样 白棋长一个 这个地方需要补一手气 粘住 然后他再把这个气吃掉 所以现在看出来 刚才这个补是很有必要的 这不补的话 这就出奇了 黑棋呢 把这个子冲断 把自己呢走安定 碰 这都是常用的手段 其实看起来这个地方两个人走的都 就是好像平淡无奇 没什么特别了不得的 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还是蕴含着很多内容的 比如现在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呢 在这个时机去刺 他为什么没在之前刺 要现在刺 其实他刺完 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子他就已经看清了 我已经交换到了 我后面的变化很多时候 我就不一定非要要这两个子 而你没刺的时候呢 这两个子你可能舍不得丢掉 这种细微的地方 其实也是非常展示实力的 再打吃这个 然后火 长 好了 这个 这一带的变化呢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白棋呢 就又脱先了 应该说白棋 把这个自己安定了 这块棋也先手处理好了 收获还是很大的 黑棋似乎有一些落空 在这个地方的进攻当中 那接下来的下法呢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白棋呢 肩顶 哎 走这个 这招棋可能大家想不到 嗯 不容易想到至少是 那总觉得肩顶完了 可能应该硬一个 这边还是不要被白棋 就是这边还是不要被黑棋给抢了 这个过去有一种理论 就是说这个棋 当他一走 你只有小尖嘛 这样 那么即使现在黑棋就走其他地方 白棋都已经走不回你之前这个棋行了 就你这手棋呢 你失去了之后 是没办法把这个损失补回来的 嗯 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是实战 其实黑棋现在倒是也比较迷茫 因为黑棋没有什么空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这块其实基本上忽略不计的木树 这边是有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大 黑棋没有那种很大的空 所以黑棋的主要目标呢 肯定还是想要攻击白棋 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自己下的厚一些的下法 这个变化在 如果是空旷的局面下的时候啊 都认为是黑棋好 因为黑棋 就是我们看看 把两边都收住了 肯定白棋只是缩在脚里面 然后黑棋满意 但现在情况不同 现在这个黑棋可能都没有闲工夫去这沾 因为这边都被限制了嘛 你沾住也没什么发展 黑棋要走也是他实战这个下法 打入 想要在这一带能不能够寄希望于进攻来获利 在这个地方呢 处理当中啊 白棋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非同反响的思路 这个地方至少在我看来 人是很少能够下这样大的决心的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master下完这个就大家一看 觉得下的是真漂亮 现在他走哪了呢 他靠了一个 靠一个好像没有什么 值得我们说多了不起的样子啊 人家顶 这很正常啊 但是呢 我觉得人是这样子 就是你下了的棋 有的时候你会 就舍不得它死掉嘛 你总是会 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 你舍不得这块死吧 你可能还是会在上面借用 然后往外跑 这个是最最常见的一种思路 但是 这个棋 当像这样的时候 你以为它要弃子 其实根本就不是 我们看 当断的时候 都以为就是这棋 它可能是要弃了 就把自己这块处理好 把上面的木树弃掉了 结果 我们看 虎这个的时候你只有吃 因为你如果拐的话 被一粘就死了 它居然也不是要打回去 这都不是它做活的目的 它做活就是要把这个弃掉 这个就有点 让人有点太意外了 现在这个局面 黑漆其实挺难走的 这三个子和这块 想要都活 就是想要都坚固 已经是显然不可能的事情了 那它就得有气啊 就是你不能说 这三个子跑 那你这个里走 全死了 那是让小尖 提 这个一吃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我们发现 白旗把这个旗气了之后 意外的简明 而且形势 也是非常非常的 就好像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占了一样 黑旗还需要补 这个地方你不走 它还要冲出来呢 还得继续花手术 那我们看 如果将来黑旗 白旗也把这个一般沾 其实黑旗本身就没有吃多少木 我这个地方的收获巨大 对你这块也是影响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白旗走到一个先手 它走到这个先手 它要做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在这个地方走两下 它想要这个立式先手 这边 定型成这样 这不是它的重点 重点是它这走完之后 它又可以断 这个让黑旗实在是太郁闷了 黑旗也不能够不硬 因为你不硬的话 下一步搬完一段 这就冲出来了 这只气都是紧的 所以这黑旗的旗形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所以实战呢 走一个 压一个 继续压掉 那我们看 这个白旗 气掉了这一小块 而获得的利益 获得的利益啊 这边首先是全部把它吃住 这全是木 这个木属跟这个已经其实 就是差不了多少了 那中间这个旗还走得这么的厚 对全局都是一种影响 而这种方式 远远比就是把这块旗逃出来 然后呢成为了一个 始终是一个包袱 然后很多地方都要受制于人 要好得多 它这个变化就是刚才我讲的 特别简明 然后呢形势已经一目了然了 现在走成这样之后 黑旗 其实黑旗很郁门 你走一会儿 这再被一般沾 这都没有木 哎没有办法 实战呢先把这走两下 退 下成这样子 这边定型成这样了 黑旗呢回到这个里 白旗走得非常简明 就是你没有什么地方 让它可以再犯错了 比如说它这时候就飞 比如说这个时候就飞 飞在这儿 我们看一下这旗 黑旗实战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硬了 然后呢它走在这儿 调 剪一下 粘上 敲到这里呢 当白旗粘的时候 这个 可解就头嘴认负了 确实实地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形式 白旗的空 三十这边 三十这边 七十木漆应该是差不多总有的 黑的呢 五十多 加这边大概就是六十多目的样子 应该说它也看出来了 就是这种简单收官的局面 很显然呢已经不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对手了 所以当次粘住的时候呢 这期也就没有再继续了 可以说啊 这两盘棋下下来呢 觉得快骑当中 这个Master确实下的特别的出色 尤其这盘棋的弃子 我觉得真的是让人为之震撼的这个选择 今天这盘棋啊 为您带来的是 由朴婷环对Master 这盘棋Master是黑棋 朴婷环其实啊 在这个整个Master下的六十局当中 朴婷环是下的最多的 当然在这盘棋之前呢 它已经跟Master有所交手了 它总共啊 跟Master下了五盘之多 是所有这个人类棋手里面下最多的 这盘棋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样下的 它是白棋 其实棋手们下起起来都很简单 就是你有好的招法 我就向你学习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 这个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 对职业棋手的好像把神秘感啊 以前的这些很多的东西呢 都给破除掉了 但实际上对棋手来说 最执着的东西就是棋艺的提高 所以他们觉得能够有机会 跟Master下到棋 然后从中呢 吸取一些 自己觉得有收获的东西 就是特别特别宝贵的 其实棋手是不会去想 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的 形成了一个中国流 来看看Master的招 所以也是有棋手就开玩笑说啊 特别希望这个人工智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成为民用的 这样大家每天就是这个多了一种训练手段 当然可能这一天也不会太远了 以后可能陆陆续续的各种的围棋AI都出来了 这人工智能已经非常普遍了 这人工智能已经非常普遍了 目前走完这之后呢 黑棋没有没有在这继续印 就这个 这个 其实这个一带的这个变化呢 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Master 对于大模样啊 就对于这个形式 他是怎么样子去 在他的眼里是怎么样子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地方给他运转起来的 因为形式这个东西真的很难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棋手都喜欢实地 先捞后洗 因为这样子容易嘛 你之孤容易啊 你唯恐难啊 但是呢Master出现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是让大家在就是多了一些选择 尤其是对于大局观的东西 可能会思考的更多一些了 我现在想像这样了 黑棋呢把这个形式 大家看啊 已经完全的张起来了 白棋没有去打入 白棋呢想要的是 如果我一打入 那你肯定要把我封住嘛 我底下活 但是我活了是不是失去了全局呢 所以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朴婷环这个时候呢走在这儿 当然如果这个时候 爱好者朋友说 我在这个地方三路一连 不是这里也连片了吗 那白棋的意图就达成了呀 白棋就是想把你压低啊 所以下一手的这个 着眼点其实是挺难的 这手棋呢需要一定的功力 Master下的就很好 也是我觉得 可以让大家来借鉴学习的 就是我放弃这边的时空 我上面也都放弃 但是我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是我大本营 我的大本营是我重点 就是重点要经营的 刺一下 白棋虽然说起到了就是把这个地方打掉 但是我们发现黑棋其实 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呢 白棋就是在里面活 那你在里面活 势必第一你肯定要受点委屈 第二你要把对方撞后 那你把对方都撞后了 他这个地方你自然就再想进去就难了 所以走到这儿啊 其实我觉得白棋的这个布局应该说 不是很成功 已经有点中了对方的套路的感觉 就是这样一下的话 其实这个局面他特别容易去掌握 马斯特尔这个 这招棋 还是下的这个空间感非常好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马斯特尔的大局观非常好 大局观到底什么 就是我们说通俗一点 到底什么是大局观 大局观其实有的很多时候 也就是他对于这种空间感非常好 他就总觉得你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到 你觉得那个地方的价值有限 或者是没什么前途的地方 但是大局观好的他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然后下一下果然 这地方就是特别重要的 那你就知道 哦什么是大局观了 包括现在 现在这期白棋就只好去做活 黑棋呢已经掌握了大局 这个到现在为止看似白棋也是没什么办法 只好平平淡淡的做活 做眼嘛就是 但是他现在挖了一个 挖一个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 比如说黑棋就从这吃 你沾上我就沾上 然后你活 我也给你活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个棋马斯特尔 下的太凶了 这个棋直接从这个地方断打 属于是把你要连根给你全部 眼味也不给你 你进来就都是死 他就要杀你 这个下的 我相信在快棋当中啊 一般如果是人类棋手 应该没有这个魄力 也没有这个勇气 真的这需要勇气的 你走不好 这黑棋本来大好局面 一下就没了 崩了 下到这里我觉得看起来还是觉得黑棋好像很勉强的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呢黑棋把白棋提掉这个字以后怎么样 其实白棋如果挡 白棋立这个局部就是一个打结 但是白棋肯定不愿意打结 因为走到这儿 黑棋首先可以直接开手 然后它不开呢 黑白棋也消不掉 这个呢有点不愉快 这个消不掉的话 所以它也可以在外面连走两个 比如说这种冲下来之类的 那白棋不只是吃了这儿呢 觉得收获太有限 所以不考虑打结 要么就是盐气 可以把它杀掉 只把把黑棋杀掉 实战 棋缝断出生 但是这个棋 其实现在粗粗一看 我觉得黑棋非常难下 你打吃这种就是第一杆 能想到的棋都不行啊 我只要尝 你这个地方已经气不好收我了 那我就已经便宜了 我就把你这个黑棋子 我就把这挡下来就可以了 这拐一个这个盐气 这黑棋就要死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棋行丑不重要 重要的是管用啊 在最关键的时候管用 这个棋走这儿 这个 这拐棋确实是棋行不好 被一扳的时候你得硬挡 但是问题就是它要是没有棋 这棋也就出大事了 它都可以挡住 这个 这个在尤其是快棋当中啊 给予对手的绝对都是致命打击 因为本来就算不清 时间又紧 而且更关键的是 这是 就相当于是 我这个地方一旦失误 这棋局就结束了 尤其是白棋 这是完全是在 刀尖上行走啊 看起来黑棋真的是很薄 这里还有我冲断 这长一个是先手 但是长一个先手 这有没有棋 我如果这边不行 我用这个长啊 这边能不能吃它 等等 这个计算量其实挺大的 但是这个 呃 我们说这个 Master 它就都算清了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所以这个电脑 人脑怎么能跟电脑去比呢 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为难这个 嫖婷环了 在短时间内真的是看不出 特别特别好的下法 所以它实战也是选了一个 嗯 可以说不怎么乐观的变化 但是这个是有情可原的 毕竟时间太仓促了 这快棋 如果是慢棋 我相信它一定可以走的 比它这个好的多啊 选了一些更好的下法 实战呢 我们看长一个是第一杆 打吃呢 这也都是第一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独秒声的催促之下 只好先不停的走这种气来延时 但是你走完之后 其实这气也没有用 这不是蒸子 蒸不掉 你自己也没有气 所以它实战呢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去选择了一个气子 跳加了一个 那等于其实这边 现在就已经啊 被黑棋牢牢控制了 你已经在它的这个肚子里面了 但是顾不上 你这边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现在先处理这边 但是这一个局部可以说 白棋已经是 吃亏吃的太多了 这里 没有任何的代价 黑棋把你这个提睛吃了 这边也已经支离破碎了 这边呢 你打吃一个算你先手 但是也没什么大用 这块鞋依然没有处理好 断 企图呢 把这个琴呢 给它搅混 把这个局面弄乱 那黑棋看得很清楚 尝一个 这地方 黑白棋什么都没有 然后 定型成这样之后呢 等于是白棋可能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手段嘛 现在等于是就是这块鞋呢 呃 还没有完全活 但是呢基本上按照活起来处理了 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这块鞋怎么办啊 这块鞋也是 再走一会肯定就要走死了 所以它实战的也是得来活 想尽一切办法的再活鞋 嗯 理论上这期其实活不了 这怎么活呀 这另一个看不出来它怎么活 这做两个眼太困难了 但是呢这个 马斯特它这个 AI 这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它 形式一旦达到它认为这个数据支持 它已经稳稳的获得胜利的时候 它也不会跟你下的特别的 嗯 就是像我们人类肯定就直接把你杀掉 齐聚就结束了 它不是这样 它就是 我都跟你收官 没关系我可以一直陪你下 但是呢 你想赢是肯定不可能了啊 它这个数据它还是算得很清楚的 所以它现在呢 哎 把自己都补厚 局部黑棋 白棋呢走了一个打棋 但是黑棋都不去打吃 这个地方也是让很多人很困惑 我说它怎么不打吃啊 这些眼见的要打吃啊 这不是这边都是劫财吗 可以 一举就把对方击溃啊 嗯 没有 它就是已经优势了 不打 劫它都不打劫 那这一个白棋呢就活了 但是其实 并 这个活其实是很屈辱的活 因为是在 对方完全是属于放你一马的状态下活了 因为它也看得很清楚 这局势已经不需要它下的特别复杂了 简单啊 挂个脚 点点三三 就可以了 这个白棋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这一代是 可以算是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 嗯 袜紧来之后 被打了 然后 这一系列就是白棋全部都死掉了 没有收获任何东西 然后自己呢很委屈的做活 把那个脚呢也损失了 这边呢是得到了靠的一些 反正 处理了一下 但是其实也没有活 这对方如果要就是这个地方 他就是跟你较真 你去骑也是死骑 但是呢 嗯 因为 马斯特尔的风格就是 他也不会把你赶紧杀绝的 但是呢 你跟他收呢 你也永远都收不赢他 所以在快骑里面 这个高手吃亏啊 也是吃在这个地方 突然来了一个 你你一下子算来不及算的东西 可是他比你可算的快多了 他每手骑只要7秒钟 你刚走一步 你也许本来想利用20秒钟啊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因为对方的时间也是自己的时间嘛 可是他7秒就落子了 剩下的又轮到你了 这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其实 呃 马斯特尔也就是阿尔法购啊 他们 并没有给出他之后 就是马斯特尔现在的状况的 更多他的这个算法什么的 其实都没有公开 没有任何的数据 呃 所以呢 也是让我们就是抱有一种想法 就觉得也许啊 他是 因为也没有见到他有些什么大型对杀了 包括 呃一些复杂的一些变化 他走的都特别简明 你看要杀气他根本就不杀 呃 就是说 那他会不会是 其实是在这种某些方面是也许有漏洞的 但是呢他只是因为是快骑嘛 你也没有那么精确的去把它抓住 所以呢 就是他把这个就给他短板等于是给补入 让我们看不到 呃 这个也是 至少是到现在为止吧 还没有解决的一个 就大家好像这个问题还悬在那 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希望的 呃 但愿吧 我觉得也是要 真正让这个职业骑手都彻底服气 肯定还是需要下快 就是慢骑 快骑呢 我觉得只是 像这盘骑一样 他一下就下崩了 但是 如果给他时间 他一定会下的比这个更好 他至少可以计算的更清楚嘛 嗯 但是快骑里面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下完一盘 这盘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形成这样子之后 其实后面还定行了很多 最终呢是黑骑呢赢了5.5目 当然这个5.5目也是在黑骑 呃不断的退让退让退让的情况下 最终呢白骑5.5目落败 其实啊这个胜负早在这一代 没有形成任何的变化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好 这番棋就给您特效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不要撫 啊 啊 里边 啊 噶